好 一方面我们的国防部 这么重要的事情 虽然国军很辛苦 但是国防部发言人 看得出来充满了情绪 飞得过来吗 以两边不对等的军力 我不知道国防部 讲这句话是怎样 纯粹是自嗨吗 另外头我们的三军统帅 蔡英文我们昨天还特别讨论 总统呢 总统呢 总统怎么没有讲话 对不对 好不容易这个演习结束了 总统开始发文 有没有 在昨天的深夜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 在脸书上po文 身为总统代表国家 走向世界行之有年 中国大陆借此发动军事演习 这不是一个区域内 大国负责人的态度 然后今天又有录影谈话 不过这两个几乎是同一个 一个是这个文字版 一个是影像版 蔡英文说 军民议题团结一致 不受错假讯息的误导 错假讯息 什么是错假讯息 我们常讲 在关键时刻 大家上去看一下 日本防卫省的图 有没有 因为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告诉我们 非但从我们同样经过 我们的政府也没有讲 所以到底哪个是错假讯息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 台湾人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政府很多事情 并没有说明 我们人民如何应变呢 就像介大使昨天讲的 会不会一夜醒来 珠阳变色 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这个三军统帅 这么晚才发表谈话 也让国人感到很不安 在大家最需要的 那三天 瓶瓶瓶瓶瓶的时候 总统呢 怎么不出来将几句安定人心的话 一直到结束之后 才开始讲 那这个大陆微博已经发布了 有没有 昨天六点 我们那晚播出的时候 就说演习圆满结束 将近五个小时之后 蔡英文的脸书才po文 国人能够心安吗 所以避战防止 那蔡英文的讲法是说 这不是一个区域内大国的负责论态度 我要加改一个字 蔡英文的行为 不是一个区域内小国负责论的态度 对啊 因为很清楚嘛 拜登政府对你也不爽 为什么对你不爽 你干嘛没事干净 撩麦卡锡干什么 后还找王定宇 那个谁 那个我们介大使很介意 那个王定宇 跑到美国送邀请卡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众议院议长 他还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我们台湾搞不清楚 什么少数党领袖 就少数党的总招啦 他是总招啦 去撩他 哎呀你来台湾访问 我们台湾的外交公司 就是会要求外交人员 把所有的美国有 所有的众议员参议员 比较大咖的东西 要请到台湾来访问 那可是大陆的红线就话在说 院长不在此线 因为他并没有副院长嘛 你邀请什么总招 他大概不会搭理你 没什么关系 什么多数党总招 少数党总招 他不会理你 但是如果是院长 他认为是美国宪法上的 第二顺位总统继承人 所以红线化在那边 那不得接触 可是麦卡锡想要 这个灯光跟舞台 跟蔡英文就搭配在一起 那拜登当然很活嘛 哎他是我政敌耶 我对你也不差 你干嘛怎么能撩他呢 还提供他灯光舞台 让他表演 所以就压着蔡英文 闷的头跑到大陆上去赎罪 赎罪就是把麦卡锡挡在门口 那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啊 你看多憋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做一个 区域内小国负责的态度 你把拜登给得罪了 你把大陆也得罪了 那你是负责的态度吗 你不是 而且当时在裴洛西来的时候 他是第一时间就发表了谈话 在上次军演的时候 这次是我们看到这个军演结束之后的 五个小时才发表谈话 是怎样 是胸有成竹 还是说呢 他一直都躲在这恒山指挥所吗 没有他没有去啊 他是在官邸里面 开那个莫名其妙的会议 那一张 所以是完全安心 是不当回事的概念吗 不是 那一张国家安全会议开完了 我的第一个感觉 这是一个网军的安全会议啊 里面都是网军头目啊 所以我是觉得他不太会懂得 怎么当总统 他现在署满头 我们当兵 我不晓得 孙大千一定比我认真当兵啊 我真的在署满头什么时候 我也在署 署满头 他就在署满头什么时候 赶快把总统卸任了 他不是讲了吗 跟李彦哲讲吗 反正我就干他2024 以后没有我的事了 以后那是领导的事情 我们在讲一切平安的概念是不是 好感觉没事情这一次 所以出来讲话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裴罗西访台 包括这一次 我说台湾被没收的东西太多了 像这个殲15 第一次我们刚给大家看到两张图 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所以大千你怎么看 就是在每一次的这个 这个环台的演习 绕台的演习当中 它有很多的突破 你不要看只是一次突破 这次突破下次就变成例行 对不对 以前的这个海峡中线 哎呦 没有 它不会过来的 那现在呢 现在过来已经不稀奇了 因为中线54架次 哪天六十几架次七十几架次 你会觉得意外吗 是不是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概念 的确 我觉得就是绣坊所讲到的 其实我看到这次的演习 我心中一惊的是 其实台湾本身 被中国大陆的这个包围的网 已经越来越缩小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从原本的越过海峡中线 然后再步步的禁逼 已经禁逼到了我们一个 这个伸展都有困难的一个境地了 所以现在台湾 现在等于是一个 这个砧板上的鱼肉了 你就算要做任何的 这个国防的新的布局 或者是突围 以现阶段 如果中国大陆把这一次军演 它所实施的模式跟范围 变成常态的话 那么未来不是它 飞不飞得过来的问题 是我们飞不飞得出去的问题了 所以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你说国防部这个时候 还要来呛说飞得过来吗 它如果飞得过来 你现在还有时间在这里发讯息吗 你就已经打起来了 所以重点是你飞不飞得出去 你敢不敢飞出去 人家已经飞到你家门口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在过去这几天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海军跟空军 我们只能够做驱离 只能够做喊话 但是重点来了 他们是被我们驱离走的吗 不是 是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要进犯你 他本来就摆在你前面 摆给你看的 你以为你喊话 那几句喊一喊他就走了 你喊了他就不敢过来了 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我们就派一排人 站在海峡中线喊话就好了 喊完大家都别来了 所以你觉得像这样 就将来他就是一个例行了吗 当然 这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他把海峡中线没收了 把海峡中线以东的台湾海峡 再逐渐的缩小我们的 这个伸展的空间 我们所有的布局的空间 都在逐渐的被限缩当中 今天限缩到这里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他再往前推四海里 推到你二十海里了呢 再往前推五海里 推到你十五海里了呢 你是敢动还是不敢动 等到有一天 到花莲跟台东的观光客 都可以拿望远镜来看 中国大陆的山东号 在外海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国防部到底是该打 还是不该打 所以我觉得其实让我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就的确如同刚才蔡委员讲的 中国大陆这一次 只是适度的展现出来 它的不满跟愤怒 而且是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 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 可是重点是 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 在限缩我们的空间 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 借着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军事演习 中国大陆是有收获的啊 所以它这次规模不是很大 虽然委员说不是很担心 它有相当的自制 但是它是有收获的不是吗 当然 所以刚才秀芳讲说殲-15 我现在很好奇的是 中国大陆到底哪一种飞机 还没有飞来过 这就是我在这个节目 我们常常讲的嘛 每一次我们都有新发现说 哇这次飞来了 哪几架是从来没来过的 现在连殲-15也来了 那到底现在中国大陆 还有哪几架没有飞来过 全员到齐 所以他们几乎已经是把台湾 周遭当作他们军事演练的一个 这个场域了 我们到底台湾对我们周遭的 海域跟空域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主导能力 我们几乎没有了 是谁造成这样的 是民进党造成这样的 是民进党跟美国造成这样的 是民进党跟美国 把台湾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 缩小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范围 居然国防部还可以自己在那里 自己自嗨自爽 说他们不敢飞过来 看到这样的过程 其实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担忧 没错这一次是演习 可是下一次呢 有没有一次是从演习 变成是真的呢 会不会擦枪走火呢 这些东西都不是任何人 可以说得准的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想要折扣哦